文教所对上市公司金字火腿下发关注函 金字火腿是否存在炒作股价 已配合实控人及高管减持 资金链断裂 微博英语爆发关门潮 学员被坑 员工被离职 信托买茅台酒 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10% 预约已满 线下53度飞天茅台 一瓶南球 上海实体店无限火 多项指标达世界先进水平 03空降战车 填补我军空降重装备空白 军工制造精益求精 科技水平升级换代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 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静 各位早上好 我是周韵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4号 星期四 欢迎大家早上收看我们的节目 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为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等部门 起草形成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条例于昨天公布 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实施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国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立法空白 条例明确今年年底前 在全国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制5个工作日以内 办理用电业务 平均时间压制45个工作日以内 将重点破除市场主体反应多的 纳税获得信贷等方面的 独点痛点 宁集者表示 制定出台条例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持续深化改革 巩固改革成果 同时条例还有很多社会关注的热点 比如开展清理整顿等活动中 对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业停产的措施 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执法一刀切是企业反应强烈的痛点问题 有的地方监管中平时不闻不问 执法不利 到了清理整顿专项整治 督查督导 年终考核的时候 临时抱拂角 采取一些敷衍应付 简单粗暴的处理措施 不过不给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 留出合理的过渡期 这就会给企业给市场主体造成这个损失 条例就专设一条 除特定情况外 不得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产停业 这有利于以法制化的手段来纠正上述问题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修订 2019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同时进一步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 外申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 人民法院将权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网络传销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经济犯罪 2014年以来 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金融诈骗犯罪案件10.9万件 其中内幕交易等证券期货犯罪案件210件 洗钱假币犯罪案件2657件 周强还表示最高法院将认真研究 解决打击套路带犯罪中出现的问题 推进刑事和民事司法政策有机的衔接 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自2019年的12月1日起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由重庆西安航空口岸 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至144小时 在宁波航空口岸 实施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同时将成都航空口岸 过境144小时免签停留范围 扩展至成都 乐山 德阳等11个市 此次扩大该政策适用范围后 全国共有20个城市 27个口岸 实施外国人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此次政策的发布 共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实施内容 一是延长免办签证停留时间 将在重庆航空口岸和西安航空口岸 实施的外国人过境免办签证政策的 停留时间 由目前的72小时延长至144小时 停留区域范围不变 仍分别为重庆 西安和咸阳市行政区域 二是增加免办签证过境的出入境口岸 将宁波的航空口岸增设为江泽湖地区 实施外国人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的口岸 这样过境的外国人可以从上海洪桥机场 浦东国际机场 海港陆路口岸和杭州的销山国际机场 南京的陆口国际机场 宁波的航空口岸入境 并且能够在江苏 上海 浙江 三个省市的行政区域停留 三是增加免办签证停留区域 将在成都航空口岸实施的外国人过境 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的停留区域 由成都市扩展至成都 乐山 德阳 穗宁 梅山 雅安 滋阳 内江 自贡 卢州 宜宾11个市的行政区域 即外国人从成都航空口岸过境 可在上述11市停留 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 玉兔2号巡视器和嫦娥4号着陆器 顺利通过第10个越野极低温考验 于22号11时45分和23号50时11分 成功自主唤醒 正式进入第11个月昼工作期 也就是第11个工作日 目前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巡视器状态正常 在第11个月昼工作期内 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 低频射电频谱仪等科学载荷将陆续开机 继续进行科学探测工作 玉兔2号月球车将按规划线路 开展定点探测 继续开展包括月表形貌 物质组成和前表层结构探测 等科学探测任务 在上一个月昼工作期内 玉兔2号巡视器累计行走289.769米 后续地面操作人员将继续严密规划 精心操作 确保玉兔2号走得更远 取得更多的科学探测数据 聚焦资本市场关注股市的动态 再过两个多小时 互生股市将要开盘 我们在这之前先来回顾一下 前一日互生股市的交易情况 昨天互生两市微幅低开 随后震荡调整 到了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 但整体来看 个股普跌 大盘维持弱势震荡的格局 观望情绪较高 截至昨日收盘 户指下跌0.43% 深城指下跌0.77% 创业板指下跌0.99% 两市合计成交3684亿元 行业板块方面 农林牧鱼板块表现较强 而医药生物 房地产 食品饮料等跌幅居前 那么题材概念股方面 肌肉 刺心股 黄金等概念股领涨 智能音箱 光刻胶 以及白酒等概念股领跌 昨天 亚太地区 主要股市涨跌不一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 下跌0.82% 日经二二五指数 上涨0.34% 韩国综合指数 下跌0.39% 近期市场调整 反映了多工分歧 依然比较大 深城点作为一个 中小的整数关口 多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 也是正常现象 现在市场需要等待 更多的确定性的利好 才能够出现 比较强势的上升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 A股市场 降迎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那短期市场的调整 并没有改变 A股市场震荡上行的态势 下面给大家敲个重点 工信部昨天晚间发布消息 称今年前三季度 钢铁行业运行 总体保持了 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但存在产量增长较快 利润大幅下滑等问题 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此外 商交所披露 科创版上市为审议结果 公告显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 以及广东紫金信息 存储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首发通过 那么今天大盘和板块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开盘见 再来看一下 欧美资本市场 23号的表现 首先来看美国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23号是全线上涨 截止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于26833.95点 涨幅是0.17% 标普500种股票指数 收于3004.52点 涨幅是0.28% 纳斯达克宗旨是 8119.79点 涨幅是0.19% 而欧洲三大股指 23号是涨跌不一的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 100种股票 平均价格指数 23号是 报收于7260.74点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了48.25点 涨幅是0.67%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 报收在5653.44点 比前一交易日 是下跌了4.25点 跌幅0.08% 德国法兰克福股指 DAX指数是 报收在12798.19点 比前一交易日 上涨43.50点 涨幅是0.34% 再来看国际金价 纽约商品交易所 黄金期货市场 交投最活跃的 12月黄金期价23号 是收于每盎司 1495.7美元 涨幅是0.55% 而国际油价 在23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12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 55.97美元 涨幅达到2.73% 12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 61.17美元 涨幅同样也高达 2.46% 好 下面来关注一下 这个物业管理 很长时间以来 大家都认为 这个物业管理费 涨得比较慢 物业管理的这种 业主委员会 选起来比较麻烦 等等 但是从10月22号开始 有一个北京市 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开始公布了 并且开始了 为期一个月的 公开征求意见 这个是相关的法规 近10年来首次进行 重大调整 相比现行的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 条例对物业费标准 和业主大会的成立 都有了更加具体 和明确的提法 没错 这次新版的条例 明确提出 物业服务收费 实行市场调节价 并且动态调整 变高 那就是说 看它物业的 那个说项目 它的服务 还有什么到位不到位了 如果说小区管理的好 那就是说 涨一点也还可以吧 至于说 它的调整 如果是合理的话 我肯很诚心地接受 但是如果你 物业上不去 还要交纳一些 不合理的费用 我觉得 那个每一个业组 都会反对的 为了让业主和物业公司双方 在协商物业服务费用标准时 有依据 条例提出 相关主管部门 应发布物业服务项目清单 明确服务标准和服务内容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应监测并定期发布 物业服务项目成本信息 和计价规则 此外 因为有着很高的成立门槛 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 难以成立 业主们无法行使全力 这也是困扰很多业主的难题 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 全国很多城市 实际上这个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成立的这个状况 都不是很乐观 针对这一问题 此次征求意见的条例提出 在无法成立业主大会等四种情况下 可以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 至少由七人组成 人数为单数 其中 业主代表不少于二分之一 主任由居民委员会代表承担 副主任由居委会 指定一名业主代表承担 在没有业主大会 或者业主大会 无法做出决策的情况下 物业管理区域内停车 快递 饮水等 设施建设和管理等 涉及民生的物业管理事项 物业管理委员会 可以拟定方案 经过一定的公事程序后 可以按照实施方案执行 近日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对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做了调整 主要包括取消部分证明材料 延长购房提取时间间隔等 相关新规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按照现有的规定 购房提取业务所需要的票据 间隔时间为两年 而实施新规之后 购房发票的间隔时间 将由两年延长到三年 从两年延长三年 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 都可以享受咱们这个政策 带来的这个红利吧 除此之外 在公积金提取方面 新规还取消了部分证明材料 对租房提取额度进行差异化安排 违规骗取职工被限制提取 以及实施联合惩戒等措施 基本住房的这个 对象办理购房提取的 可以二选一 一个呢是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租金全额提取 另外呢是可以按照 这个月缴存额的65%来发生提取 同时新规在公贷申请方面 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新增了部分限制交易类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对于符合规定的拆迁 和回迁住房公贷申请 公积金中心也可以受理 最近金字火腿在A股人造肉 概念板块颇受关注 昨天金字火腿收到了 深交所关注函 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 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 炒作公司股价 以配合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懂肩膏减持的情形 那么深交所为什么盯上了 这支近期风头强劲的概念股呢 金字火腿22号晚间公告 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你减持不超5%股权 公司董事王启辉 监事夏凡林 你分别减持公司 不超过0.0786%股份 0.0419%股份 从股价走势上看 进入10月以来 金字火腿一度出现连续涨停 并剧烈震荡 截至22号收盘 金字火腿在10月的涨幅 达到39.05% 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报道 金字火腿实控人 对公司有一个多亿的欠款 因为股权转让产生 最后的还款期限是今年年底 另外金字火腿的股票质押率 也比较高 而人造肉的项目 会面临三个问题 一个是口碑 另外一个是成本和价格 还有一个是市场的接受度 我想金字火腿的人造肉的销量 从目前来看不可能太大 因为前期进行人造肉生产 那么产生的一些固定资产投入 产生的研发费用 所以说在财务数字来看 人造肉项目 很难为它提供真正的利润 从目前来看 我想它的概念作用 远远大于 对它的业绩的一个真实的提升 近日拥有20余年历史的 老牌英语培训机构 微博英语 在北京 成都 上海等地的门店 相继被因资金链断裂而关门停业 受它影响的学员达到数十万人 设计金额过亿元 微博英语创始人高卫宇 日前发表致员工信 回应 微博英语的倒闭风波 称因融资不顺而导致资金链断裂 此后 微博英语在深圳的门店 也相继关门停业 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我现在位置是 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 这里是微博英语 位于深圳的总部 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目前该门店的大门 是紧闭的状态 而且我们在现场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工作人员 只有一些学员 在这个前台的开放区域 进行等待 那么我们也一起 去了解一下情况 记者在华强北门店 看到一名正准备来上课的 中学生陆雨昕 毫不知情的他 在现场显得有点恶然 他告诉记者 他9月2号才刚刚交的钱 目前只上了三节课 就在上周 微博的助教老师 还给他发课程表约 让他过来上课 上周我是收到通知 然后今天下午4点钟 来这里上课 然后我从天梯出来的那一刻 然后推门 然后就感觉门锁住了 然后就特别懵 然后收到信息就说 这里倒闭了 然后当时是交了 五万零四千九百 随后记者走访了深圳的 多家门店 都已经倒闭关门 部分门店门口贴着通知 针对不想继续上课的学员 深圳门店提出解决措施 称可将线下课程 转为线上课程 对接其他学校 继续学习 或者安排结束课程等 我完全不知情 那昨天我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已经关门了 没有一个人 后来我看到门口 有一些人过来收集资料 大家才跟我说是倒闭 我才知道这个情况 微博英语创立于1998年 在全国已有150多个门店 这样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 一个月前传出破产的消息 10月12日凌晨 微博英语创始人高维宇 通过企业微信 发布公开信回应风波 承认由于经营失败 资金链断裂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原本既定的融资计划 随着微博英语板块业界的 持续恶化而被推迟 反正后面这几个业都不太正常 然后这个业的话 5号就应该是要交足了 一直没交 随着微博英语创始人高维宇的发声 这个培训机构关门倒闭的传言 逐渐变成现实 数千名被薪水拖欠的员工 以及近万名学员如何安置 现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周女士是深圳微博英语 南山分店的财务人员 今年8月底刚刚入职 从入职到公司宣布倒闭 她至今没有收到任何薪资 周女士告诉记者 在她入职后的一个月左右 总部就要求把所有学员合同打包 全部寄往总部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当时她给的理由是系统升级 以后可能是直接签电子档的合同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所有的合同整理了 发放到总部 你有合同才能证明 你跟我们微博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把所有的合同带走以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学员 让周女士愤慨不已的是 8月份公司资金断裂 员工都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 还搞了多次促销活动招书学员 给销售人员发放额外奖励 激发员工的销售热情 另外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外教老师James 也向记者表示了无奈 在微博英语工作7年的他 除了被微博英语拖欠工资之外 还被扣押着自己的护照 让他不得不在该岗位上 继续帮学生免费上课 一名自称姓罗的员工告诉记者 其实总部员工早就发现 公司经营出现了异常 今年7月和8月 所有员工每个月都只发了 2000元工资 到了9月 公司更是没有发出任何工资 但公司之前一直告诉员工 要同舟共计 所以他选择了相信公司 一直在讲融资 然后叫我们一直等 等到15号 那老师其实也都在相信 16号所有的老师 就已经是要被告知 没有薪资发了 要去到 就是去到总部 拿我们的欠行证明 以及离职证明 然后呢 包括老师的社保 也突然就是被停掉了 那也突然被告知 10月份的工资 没有了 事实上 早在9月28日 就由北京的微博员工 发举报信 称 微博英语北京六个校区 都已经很久没有发工资 并表示以后各个门店 都交回关店 落款署名 一个有良心的 微博英语员工 正是这封举报信 掀开了微博英语 资金链断裂的 第一道口子 微博英语主要是通过 预付款的方式来收取学费 学员需要交费 三万到四万元 有的甚至高达 十多万元 由于预付的学费金额较大 不少学员呢 是通过贷款的方式 来交学费的 在倒闭消息传出之后呢 大批学员开始申请退费 但是多数不成功 打算学习英语的 白领侯禄鸣 花了38300元 报名了微博英语 当时选择办理了 一个为期24个月的 招商银行分期贷款 他告诉记者 分期贷款流程很简单 只签了一份 学员入学注册合同 打开APP 扫一个二维码 进入支付页面 就可以办理免息分期业务 他拿着我的手机在操作 也是刷了一下脸 完全的话就是 没有让我操作任何的一个东西 今天是刚把合同寄给我 是我在强烈要求 我需要用到这个合同的时候 才寄给我 我现在已经是没有在上班了 也就是说 我每个月还要去还这个贷款 2019年9月底开始 微博英语多家线下门店 出现关门潮 员工工资被拖欠 学员无处退款 同时背负着债务压力 大学生罗敏在深圳报名 微博英语 学费总计36,800元 他仅仅上了不到十节课 就遭遇尴尬境地 不仅无法上课 还要承担35,000元的债务 刚开始我不知道 是大学生不能贷款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 就是诱导我去贷款的一种可能性 现在实习工资 也一两千左右的样子 所以要去还这个贷款的话是很难的 与微博英语合作的金融机构有很多 广发银行 百度有钱花 京东树科 杜小满等等 微博英语工作人员表示 学员的学费大多以分期贷款形式完成 很少有一次性付清的 贷款订单占比高达80% 律师表示 微博英语存在诱导学员申请贷款 以支付培训费的嫌疑 也就是学费贷 如果微博英语的相关工作人员 明知公司资金断裂 门店准备关闭 不可能再继续提供培训服务 但却在门店关闭前一段时间 忽悠学员交钱学习 然后卷钱跑路 这种情况下 相关人员涉嫌诈骗罪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建议 他们就是在培训机构 没有办法提供培训服务的时候 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这个合同 退还剩余的这个学费 一旦是微博英语 它申请破产的话 那这个就是 它要进行一个清算 那么在清算过程当中 会就是在它的资产里面 会有一部分是 这个破产财产 那么在它的破产财产当中 用它的破产财产 来对付它所有的 对外的这样一个债务 欢迎继续关注第一时间 本台最近报道了 四川岁宁舍洪县的一家民营医院 伪造 变造 买卖 出生医学证明 这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节目播出以后 舍洪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先后抓捕了全部六名涉案人员 并对涉案的台账 资金账户 医保局涉及该院报障资料 予以查封提取 目前医院已经停业整顿 初步生产的情况就是 最令下代 妇女同医院的扶植人亲孟 和两位主治医师 这个孙孟 养孟 一些主医等孟 一起为了某区不当利益 采取了这个许找 未找病例的形式 出去了这个许找的 出生医学证明 谁向这个围找 扁找 慢慢回到机关公文罪 记者在遂宁舍洪县看到 涉案医院已经停业 住院病人已全部转到 公立医院治疗 据当地调查组介绍 医院于2015年5月成立 并获得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资格 2017年以来 医院共领取出生医学证明348份 已使用343份 按照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的联合要求 出生医学证明的真伪鉴定工作 由申请鉴定的户口登记机关 所在的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或其委托机构统一受理和反馈 然而遂宁舍洪县卫生健康局 只是在流程上进行了监管 没有对事情的真伪 真正做很好的监管 我们现在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叫黑市在343个人中 那么哪些是真的是住老院的 分老面的 哪些是属于虚假的信息来 骗去出生医学证明的 目前舍洪县卫生健康局等单位 部门的责任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国家卫健委和四川省卫健委的工作组 已到达舍洪开展相关工作 此外 舍洪县纪委监委也已介入 舍洪县公安局将对案件进一步深挖 并配合舍洪县纪委监委开展工作 除了四川舍洪县 河北卓陆县中医院也被报 通过伪造病例以及登记表 对外出售出生医学证明获取收益 初步调查表明 舍洪县中医院有14份 出生医学证明疑似虚假 分别被销售到了山东 甘肃 山西 河南等9省市 联合调查组已经吩咐 各地开展查证工作 已经何时提取四份伪造的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10月22号 当地有关部门对舍洪县中医院 行政处复并立案调查 这家医院负责出生医学证明 录入工作的信息员郭某 也已经被刑事拘留 再来看最近中粮信托官网上公布信息 推出三款信托计划 通过信托渠道直接投向食物茅台9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从中粮信托的官网来看 公司目前有三只投资茅台9的信托产品 这三只信托计划的募资规模 均为1亿元人民币 运行期限均为24个月 最早成立的一支是中粮信托 飞天一号茅台9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开资料显示 该信托计划成立于2017年3月20号 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 有升值空间的茅台9产品 截至2019年3月26号 收到的投资本金和收益 约为1.42亿元 向委托人分配的本金和收益 约为1.37亿元 粗略计算可以发现 这支信托计划两年的收益 高达37.49% 年化收益率也达到了17% 可谓是大赚一笔 首先这个信托的主体 我们看到本身就是茅台的 一家比较大的经销商 以这个茅台9食物为抵押物去融资 一方面是因为茅台9的价格 中断9的价格是持续上涨的 有一个持续上涨的预期 另外的话我们看到 这个茅台股票价格 也有一个持续上涨的 这样的话就说 大家预期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所以的话也出现了一些 杠杆性的这种操作的一些产品 记者查询发现 如果用这笔钱 直接买入贵州茅台的股票 也将获得不菲收益 2017年3月20号到2019年3月26号 贵州茅台的股价涨幅超过110% 目前中粮信托 发布的另外两支 茅台9投资信托产品 年化收益率都高达9.8%到10% 其中飞天2号贵州茅台9 投资信托计划 已经于2019年7月9号 募集结束并正式成立生效 记者致电中粮信托了解到 目前飞天3号贵州茅台9 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也已经约满 您是说飞天3号吗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约满了 没有额度了 官网上星期比较之后 以实际约为准 目前这种投资行动比较少 其他多数是正信任的项目 今年以来 贵州茅台已经发布多项措施 引导茅台9批价回归理性 资本市场方面 当前白酒板块的平均适应率 在30倍左右 其中贵州茅台的滚动适应率 为36倍 山西粉酒则高达43倍 洋河股份只有18倍 整体现在来看的估值的话 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但是因为它整体的基本面 包括增长和增长的预期 还是能够支撑现在的高估值 所以的话就说 我们认为的话 短期来讲的话 就说明年的春节的销售是关键 基本上我们认为整个白酒 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的一个空间 这些年呢 53度飞天茅台 一直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 经常是一瓶难求 市场价也是一路走高 而从10月1号开始 贵州茅台开始在电商平台推出 1499元一瓶的53度飞天茅台 电商平台投放量的增加 是否会给市场带来变化 目前市场上茅台酒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报道 一早 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几家 酒类销售门店进行走访 在一家位于金桥的酒类销售门店里 记者发现 柜台上并没有摆放着53度飞天茅台 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店里没有53度飞天茅台的现货 如果要购买就需要预定 而且现在购买还需要搭配红酒才能预定 随后 记者又来到了另一家酒类直销门店 同样也没有在柜台上看到53度飞天茅台的身影 负责人告诉记者 53度飞天茅台货源一直都很紧张 店里现在没有存货 一般也需要提前预定 而且只能满足老会员的需求 虽然10月1号开始 贵州茅台在电商平台上加大了投放量 但并没有对线下实体店的库存带来缓解 采访中 记者遇到了正好来店里买酒的丁先生 他告诉记者 自己就在附近的写字楼工作 有商务宴请就回过来店里看看 有没有需要的酒 53度飞天茅台需要提前预定 要买到现货不太可能 这店也经常没货 然后都是需要预定的 价格这店还是OK的 然后外面货量也比较少 我也不能走了好多家 大概2000左右 对于10月1号起 贵州茅台在电商平台 以1499元的价格销售 53度飞天茅台 丁先生之言根本抢不到 为了严厉打击非法电捕鱼行为 保护干江渔业资源 江西南昌新建区日前开展联合执法 对于听号在干江下游 桥舍码头的非法捕鱼船 进行了集中整治 现场拆除非法电捕鱼的相关工具 此次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共查处40多条 非法钓干渔船 拆除切割70多根捕狼钓干 收脚烧毁20多幅渔网和上千米电线 在他们的渔船避风港 在那个渔船还没有离开码头的情况下 在那个船上进行检查 足够收缴那个违法的设备 以清除 据了解 这次整治行动由过去的水上流动执法 变为岸上固定拆除 以往的水上执法 一些不法渔民采取 证服夜出流动作案的方法 逃避打击 非法捕捞的案件时有发生 此次整治将执法关口前移 直接在渔船码头 拆除非法电捕鱼的相关设备 使不法分子无网可用 无计可施 其实我们的节目的前不久 也关注了长江流域 非法电捕鱼的情况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当时记者进行的夜访 10月10号晚上 根据环保志愿者提供的线索 记者从湖南省桃江县城驱车 顺洞庭湖之流滋江前行 刚过半夜 记者就发现了江面有光点在闪烁 我们现在通过夜市仪的热成像功能 能够清楚地看到 对岸有电鱼船正在驶过 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 上面有这个电鱼的设备 记者看到 电捕鱼船以两艘为一组 一艘船承载发电机 电捕鱼者向江中投掷两根 带着电线的竹竿 而另一艘船则负责捕捞 他们非常警觉 当发现岸边有人接近 就立即关闭了灯光 我们现在就在江边上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点20分 正好是电捕鱼非常集中的一个时段 在我们200米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一艘正在作业的电捕船 但是我们想要接近它的时候 它就马上把这个灯和发电机给关掉了 我们顺着上游继续望去 远处差不多一两公里的位置 还有两艘正在作业的电捕鱼的船 前面的电捕鱼船 电捕鱼之后用这个炉瓷 也就是鱼鹰 用它把鱼捕捕上来 现在看到我们了 发现我们了 在守他们的炉瓷 非法电捕鱼者发现岸边有人后 立即将船藏到江中礁石后面 并时不时探出观望 这一幕都被记者记录下来 沿江而上 记者在不到两公里的江岸沿线 一共见到四组电捕鱼船正在作业 非常密集 一个晚上一对船 可以达到几千斤鱼 我们这边当地的市场价格 你就算十块一斤 十元一斤的话 那也是好几万了 传统的捕鱼工具 现在一个晚上就几百块钱 能搞到几百块钱就不错了 在我国渔业法中 电捕鱼是明令禁止的捕鱼方式 电鱼工具 小到背包式电鱼设备 大到电鱼船 甚至还有大型电托网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反电鱼联盟提供的 这份地图显示 湖北的荆州建立县 湖南的易阳 岳阳 诸州等地 以及江西新干县等地 电捕鱼情况最为严重 针对部分地区电鱼猖獗 严重破坏水生物资源 和水域生态环境的问题 农业农村部日间 在长江流域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 打击电鱼专项执法行动 对于电鱼多发区域 高发时段 必要时开展助手检查 对于查获的案件 依法从众处罚 严格查处 鱼政管理中的 失职独职行为 目前江西 湖北 湖南 三省非法电鱼整顿工作 也已经全面启动 再来看看 曾经一度价格非常高的苹果 在上半年 苹果的价格 是创造了多年来的一个高价 果农们都盼着 苹果丰收之后 能够卖个好价钱 甘肃里县有三分之一的耕地 都是种植苹果的 县里的一半人口 都从事与苹果相关的产业 但是现在苹果的价格 却让当地的果农们 高兴不起来 我们来看看记者 在产第一县进行的调查 2019年10月上旬 不可见堆积如山的苹果 魏亚龙家20多年前就开始种苹果 是李贤亚和村最早种植苹果的农户之一 今年苹果价格突然一落千丈 这给魏亚龙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最近几年来都没有下过一块 没有下过一块 它就是全部大量地买掉 剩余的人家减下来的 有一些外地客商 也最低是6毛 或者是8毛左右的就卖掉了 今年的话下去没人要 拉下去没人要 基本上 要的也是很低 价钱就是三四毛钱 魏亚龙说 2017年 美金苹果能卖到三四元 2018年 受双动减产影响 美金甚至能卖到五元钱 然而 今年美金苹果最低的时候 只能卖到三四毛钱 价格一下子跌去了八成 今年比起往年的话 量是大一点 分手但是没有价钱 龙药化肥 预书费这类的 就是下来的话 不算人工的话 就是两万块钱 现在我们卖的话 我们看到卖起的话 也就是卖两万块钱 等于一年百毛后来 不仅如此 往年踏破门槛的外地客商 今年也不来售苹果了 眼看着果子越来越多 魏亚龙现在是左右为难 最近几天 魏亚龙一直在发朋友圈 卖苹果 因为茂比还来 几块力量 对对对 本来这个苹果就不好卖 我们现在的话 能卖一点 试一点吧 每片都得寄 有时候就是少量的 有时候寄一两香 有时候寄三四香 今天寄了十三香 是最多的一次 这位村民叫杨武哥 是里县严关镇 新河村的村民 他家种的苹果品种 是洪富士 今年也丰收了 因为一直没有经销商来收 只好自己上门主动联系 康永良 是良缘果业的负责人 他最近每天 都要接待像杨武哥这样 不请自来的果农 经过反复商量 以美金两元钱的价格收购 但是只能先赦账 后期卖完苹果再付钱 给你可以找水果发票 然后我们今天 全部是发票制 然后钱块 给不付现金 然后大增值 在这个一号看里面 康维奇说 以往美金苹果 自己可以赚到 五毛钱的净利润 现在 美金只有三毛钱的利润 而且眼看着苹果价格 还在不断下降 自己也有点不敢收了 价格反正一路一路是掉 它没有涨 最大的压力就是 这苦衷太大了 导致自己现金流也是个问题 还有销弄也是个问题 有外地它市场才能活 没卖的话 你市场根本活不了 果农们没有想到 丰收之后迎来的是 如此惨淡的行情 现在的问题是 外地客商在持币观望 当地企业在降价收购 一个丰收年 里线的苹果 为什么就卖不上 一个好价钱呢 果农手上的苹果 该如何处理呢 2010年9月 里线政府制定了 加快土地流转 扶持发展特色 农业茶叶办法 对连片流转土地 500亩以上 种植苹果的经营实体 每亩奖励200元 连续扶持三年 目前 全县累计发放 土地流转奖补资金 1984.44万元 完成土地流转形式 创建标准果园 49处 34,570亩 看来这个苹果 比较市场还好一点 就大部分面积 去搞成这个苹果 全村有八倍多亩了 这个苹果 大概我们全村的 这个面积的三分之一 里线农业农村局 为我们提供了 今年苹果产量的调查报告 苹果是里线的支柱产业 2010年 种植面积为46.5万亩 此后 种植面积 以每年1万亩左右的 发展规模递增 2018年 种植面积达到60万亩 加上种植技术不断提高 苹果产量逐年增加 2018年 里线苹果实际销售总量 达27.47万吨 2019年 预计全线苹果产量 将超过34.6万吨 增长超过了25% 不仅是在里线 全国苹果产量增长 也十分迅速 国家统计局 统计数据显示 2007年 我国苹果产量 仅为2734万多吨 2017年 已经达到4139万多吨 而国内苹果每年需求量 大约在3100万吨左右 供求关系的转变 直接影响了市场价格 我们市场实际不了 今天我们市场说话 我们市场消不了 整个一个市场来说 供大于求 老板还是固定那么多 只不过是消化不了 如果调价又没有人收 主要是客商看准了 他们会找价 他反而要存库量减少 要是找价了 他绝对有利于可同 能找着价 他就存库 他不找价 他存库干啥 目前在里县 花牛苹果的采收期 已经是中后期 这些客商大部分 是来收购富士苹果 而富士苹果 今年的销售情况 似乎也并不乐观 对于网人来说 可能是便宜 因为今年全国富士成量 比去年大概要多35% 二价 整体全国今年的富士 你看着 一个大趋势 还是都会在家 客商们谨慎观望 果农们希望 能尽快卖掉苹果 理现当地政府 也开始积极拓宽渠道 还是帮助楼户 来继续销 联系外面的客商 来线线销售 网上来销售 还有一些 就是说出口的 两三个企业 楼头企业 让他们继续出口 帮助楼户销售 当地政府正在转变思路 寻求高端果品的市场 眼前这一切目果园 是当地一款高端果品 红舌果的实验田 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是 现在是我们的 我们的评估 进了个高端市场 高端市场 这个消费水平 都比较高一点 前两天 我给这个市场发的 我的日光金 达到了20块钱 咱们要是进超市的时候 咱们可能就 日光金可能就是 15 20 甚至拿到30 40 这样的 我们来关注天气 近日在强冷空气作用下 穿越天山的国道 继217线 独山子至库车之间的路段 出现连续30小时的 强降雪天气 造成这一路段 多处出现严重积雪 据了解 独库公路乌苏段 所处天山山区的强降雪 从20号上午开始 一直持续到22号凌晨 当地交警部门 在降雪前 就对这一路段 实行了交通管制 确保没有车辆人员 进入降雪路段 22号强降雪停止后 当地交警路政部门 对积雪路段 进行勘察后发现 独库公路乌苏段 581至672公里处 积雪最为严重 积雪最深处 有近1米左右 为了安全考虑 交警部门决定 自22号起 至2020年6月 对国道G217线 独库公路 进行冬季道路封闭 据了解 作为连接天山南北的 重要交通大通道 和国内著名的旅游公路 2019年 G217线 独库公路 从6月初 至本月22号封闭前 共通行车辆 53万余辆 接待各地游客 159万多人次 这两天陕西多地 阴雨绵绵 人们明显感受到了寒意 10月的古城西安 深秋的寒意越来越浓 和前几日的秋高气爽不同 这两天出行的市民 明显感受到了气温的变化 近半个月 这个雨水一直太多了 然后今天这个天气 还能好一点 反正这两天要多加点衣服 记者从陕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 受低层天南暖湿气流 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陕西省关中 陕南等地 一直到25号 都以阴雨天气为主 陕南南部局地有大雨 伴随着降雨 全省气温也将持续下降 其中陕北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 关中商洛下降6摄氏度到8摄氏度 最低气温将出现在25到26号早上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陕北地区已经发布了 霜冻蓝色预警信号 提醒各单位做好防霜冻准备工作 对农作物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受冷空气影响 昨天甘肃多地也开始出现 雨加雪天气 气温也大幅下降 23号早晨 甘肃 九泉 张叶等地 出现降温小雪天气 最低气温达到零下6摄氏度左右 在张叶 外出的市民纷纷换上了厚衣服 戴着口罩帽子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这个天气还挺好的 这样突然就刹开 刹开日下雪了 感觉冷得大日了 没有了都做不得快好了 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 并启动了应急预案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 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雨雪天气道路湿滑 驾驶人员注意行车安全 减速慢行 此次降雪天气虽然给群众出行 带来了不便 但对缓解阶段性旱情 保障农木业生产十分有利 10月22号晚间 江西部分地区气温降低 云气增多 为了缓解近期持续出现的旱情 江西多地利用适当天气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7月中下旬以来 江西上高县持续三个月的 高温少雨天气 导致多地出现不同程度旱情 部分乡镇出现群众饮水困难 多地山塘水库干涸 水稻蔬菜水果等农作物 受影响严重 10月22号晚 当地开展人工增雨 今天也是我们气象局 7月份以来第四次人工增雨 希望通过实施人工增雨 有效缓解旱情 减少干旱 给老百姓带来的经济损失 从7月份开始 江西辖江县也创下连续 57天无降雨的记录 水库蓄水严重不足 为了缓解旱情 当地气象部门 抢抓有力气象条件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我们通过雷达监测显示 今晚有云水资源 我们连夜赶过来 发射两枚火箭弹 目前已下起了小刀终于 江西北部的贡清城市 也抢抓有力时机 在22号晚上8点 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 当地普降小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 我们气象部门 今年已经人工增雨8次 共计发射 人工增雨炮弹24枚 后期我们将会 根据天气情况 抓住有力的时机 适时地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消息 今年北京共推出了16处观赏红叶景区 这些景区分别于北京市的各区 包括墓田玉长城 八大处公园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等 目前北京北部山区红叶 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航拍镜头 一起去看看北京延庆山区的红叶 以及美不胜收的金秋美景 深秋的延庆 犹如打翻的调色板 漫山遍野的轻松翠柏 与黄橙红叶交相辉映 层临近染 将金秋的山川 装扮得绚丽多彩 在全长26公里的延庆 精品汽油路线 香龙路两侧 黄炉 火炬树 枫树 等彩叶树 呈现出火红金黄等明艳色彩 绚丽多姿 光彩夺目 行进在这条公路上 如同进入水彩化中 微风吹过 片片秋叶飘落 美不胜收 我们是从天经来的 我们这开车 一路走 一路墙 一路照 完了 景色美 景色美 据了解 从2002年起 北京市开始在山区推进 彩色树种造林工程 共栽下彩叶林 40多万亩 目前北京北部山区彩叶已进入最佳观赏期 预计再过半个月左右 北京中心城区各彩叶景区也将进入佳境 今天将迎来双降节气 双降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 也意味着即将进入冬天 未来两天 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 影响我国东北 华北等地 具体情况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昨天冷空气到达西北 甘肃中北部 内蒙古西部等地 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 未来几天冷空气还会继续东移南下 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今天降温主要在西北中东部 华北一带 多地降幅达到6到12度 明天降温范围更广 东北大部 黄淮 江淮 江汉等地 都会迎来明显降温 降温同时 冷空气还会带来雨雪天气 今天东北雨雪增多 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有大雪 局地暴雪或大暴雪 明天北方雨雪会减少减弱 西南地区东部阴雨持续 进入双降时节 冷空气活动也会更加频繁 刚刚天气概设的小片当中 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 冷空气的威力 那么未来天气方面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内容呢 我马上来连线天气直播 徐丛林 丛林早上好 早上好 静静 双降是24节气当中的第18个 它是从秋季到冬季的过渡节气 简单概括两个知识点 一 双降不一定有双 二 双降过后冷是主角 从字面上来看 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双降 好像要降双的感觉 其实不是 因为在气象学上 没有双降的概念 秋季出现的第一次双 有自己的专属名称 叫早双或初双 而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双 叫晚双或中双 而整个这个出现双的时间段 统称为双冻 不过双不一定有 但是冷有的是 因为常年来看双超天气多发 从北至南没有最冷 只有更冷 我们以西安为例 西安的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0度 而昨天晚上开始下雨 今天白天预计的最高气温 可能只有11度 晚上最低可能会降到7度的样子 接下来几天 整个的气温水平也不是很高 来往西安的朋友们 一定要多穿一些 西安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东部 是今天白天冷空气影响的主要区域 而今天晚上到未来几天 冷空气还会东移南下 影响更多的区域 除了像西藏 云南和华南一些地方之外 我国其他很多 接近七成的国土面积 都会陆续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出现降温 总的来说 这股冷空气过后 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 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 秋冬的味道会更浓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保暖 另外要冻起来 秋季最适合的运动 就是灯高望远赏红夜 从双将开始 全国各地的红夜都会陆续地变色 秋色斑斓 层林竟然美不胜收 来 一张最新版的 全国红夜观赏地图 送给各位 看一下 从北至南 目前在东北的红夜 基本上已经是漫山遍野了 比如说哈尔滨的太阳岛 就是最近可以去观赏红夜的地方 而在华北 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北京 其实北京 目前像巴达岭国家森林公园 就是渐入佳境 同样在南方西南边 也有渐入佳境的 像四川的乐山和峨眉山 在江淮江南 目前整个气温水平 还是偏高一些 所以还是绿叶再等等 大概半个月左右 出门前除了关注气温的变化 来看红夜之外 还得关注一下出行 尤其是雨雪 今天整个的雨雪范围 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华北 刚前面小片当中也看到了 整体的强度不是很大 但是个别区域需要关注一下 我们给两个点 在内蒙古的西林浩特 今天预报的是会有大雪出现的 而大雨方面 在四川雅安 今天雨量可能会比较大 高速公路方面 在东北 极黑 金哈和单西高速的 不少路段 今天可能会受到低温和降雪的影响 要注意做好防滑 而在南方像夏荣 滬荣和金坤 高速在西南边的不少路段 今天可能会有阴雨持续 而西南边的山区比较多 更要注意出行安全 最后来总结一下 刚刚说的所有天气的重点 几句话 双降不像双 冷空气很狂 北方雨雪冷 南方要秋凉 适合干点啥 红叶安排上 好了 关于天气内容 就先说到这 谢谢 好的 谢谢丛林 为我们带来的气象消息 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 稍后还将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 你带来看 我来看 你带来看 我给你带来看